好,在第一段作者介绍了兴趣的作用 在第二段作者介绍了如何培养爱好 咱们来看第二段,首先看第一句话 看屏幕 The cultivation of a hobby and new forms of interest is therefore a policy of the first important to a public man 他说因此对于从事一个社会工作的人来说 那么培养某种爱好和新类型的兴趣 Cultivation是主语的 我们这个话现在不过是后制定语 就一个爱好或者是某种新类型兴趣的培养 怎么样呢 因此是一个这样一个策略 这个policy不一定是政策 可以说策略做法 什么做法呢 of the first important后制定语 头动中的做法对于一个社会工作者来说 这个我们看看里面的细节 首先这个Cultivation Cultivation本来是表示什么种地 派生意表示培养 它来自于Cultivate Cultivate这个词本来也是表示耕种 种庄叫种花 派生意也是培育培养 很好理解 分别读一下 Cultivation再读动词 Cultivate 本来这表示耕种种植的意思 你比如说 Most of the world's fertile land is already cultivated 世界上大多数的肥物的土地都已经被耕种了 是几乎动词吗 比如种蔬菜Cultivate vegetables 种牡丹花Cultivate peonies 单手是外界为复苏区的外边的IES Peonies是牡丹花的意思 派生意就是培育或者是培养 派生意表示develop或build up 培育或培养 当然后面一般是好的东西 比如说Cultivate hobbies 培养爱好 Cultivate a love of art 培养对艺术的喜爱 Cultivate good study habits 培养好的学习习惯等等 本文中是这个培养的意思 培养一种爱好和心类型的兴趣 是怎么样呢 It's therefore a policy 这个policy说了 除了表示政策 还有策略或做法 这里是策略做法 而不是具体政策 我们有个谚语叫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为上策 就诚实是最好的做法 这个意思 那么of the first important 是书面语 后制令语 of加名词 可以放在名词后面修饰它 这个比较庄严正式 在三册的三十二课 一艘沉船中咱们讲过 你想this is a mission of importance 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相当于this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意思是类似的 当然这个of important 可有种种的变化 意思的变化 比如说本文中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放在名字后 就头等重要的 跟它类似的 还可以换成 of leading importance of primary importanc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都是表示最重要的 头等重要的 这个of paramount importance 咱们以前也说过 在这个教育那课 education那个课 咱们讲过 表示 头等重要的 还有跟它类似的 有至关重要的 of vital importance of crucial importance 表示至关重要的 这个也行 还有of secondary importance 叫次重要的 第二等重要的 还有叫of equal importance 叫同等重要的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都可以放在名字后 做后置来修饰 那么对于一个 public man 叫从事社会工作的人 因此对于一个 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来说 那么这个 培养一种页约号和新类型的兴趣 是头懂重要的做法 这个的做法可以把它去掉 是头懂重要的就行了 这个policy可以不翻译出来 这个翻译学里面 我们用增译 就是amplification 多几个字 或者是省略 omission 也是常见的 也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话 可以多几个字 减几个字 让它显得更通顺一些 好 咱们看第二句话 看屏幕 but this is not a business that can be undertaken in a day or swiftly improvised by a mid-command of the will 所以说兴趣倒是重要 但是不好培养 但是并不是这么一个事 this is not a business business可以表示事情 它business表示事 要么做不可数名词 做可数名词的话 一般也只用于单数 它不用复数 要么不可数 要么可数于单数 什么事 that到巨末 是一个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business 那么在一天之内 可以完成的事 in a day 是一个时间状语 对吧 and take 是从事一些庄严的大事 不是一天在一天之内 一个在一天之内 可以完成的事 or 或者怎么样 这些并列未动词 sweeply improvised 这improvise 还是用在can be后面 它跟前面并列 或can be swiftly improvised improvise 就是临时做出来 就是能够很快的 被临时制造出来的 通过什么 by到巨末 还是一个方式状语 通过仅仅意识地的一个命令 就是我要对这个产生兴趣 就可马上临时制造出来兴趣 这是不可能的 can be undertaken can be swiftly improvised can be被去掉了 是这么一个 那么翻译成中文 咱们可以通述一些 更符合中文特征 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事 但这并非是一日之功 也不是仅凭意义之力的命令 便可以一蹴而就的事 你看一日之功 一蹴而就 可以翻译的更文艳一些 不是严富先生说 翻译信达雅 三个原则 信 中式原文 达通达通顺 雅 就是翻译的文雅 言之文行如不远 这并非一日之功 也不是仅凭意义之命令 便可以一蹴而就的事 我们说了 the growth of alternative mental interest is a long process 那么在这个 这个这个 其他方面的 大脑方面的 这个爱好的 这个这个 这个培育 这个增长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非常费劲 这个alternative 表示其他的 另外的 别的 就和现在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复习 alternative mean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have and can be used instead 跟你有的东西不同 并且可以用它来替换 你拥有东西的 就和其他的 另外的 别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alternative alternative 跟你拥有的不一样的 并且可以代替 你拥有的东西的 就是其他的 另外的 别的 比如说 have you any alternative suggestions 你因为有些 别的建议啊 这建议不错 但做不了啊 另外的 别的 alternative mental interest 就是在 另外的 其他一些 在脑力方面的 一些兴趣 除了 你正在做的 本职工作之外 其他的 方面的 这个兴趣 叫另外的 其他的 别的 这个 alternative 这个词啊 有时候也可以 当名词来用 就是另外的 选择 可供考虑的 另外的 替换的选择 这个时候 我们后面 经常加 借词2来搭配 可以同时记住 除了什么 事情之外 另外的 一个选择 你想 Is ther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surgery 除了手术之外 有没有别的选择呢 vibe 就可行的 行之有效的 除了动手术之外 有没有什么可行的 别的选择呢 surgery 表示手术 代科手术 不可输 不可输名词 operation是可输的 surgery 不可输 再比如说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mething 别无选择 而只能做谋事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do something 别无选择 只能做这个事 你比如说 I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report him report him to the police 我别无选择 只能向警方 举报他 report 是举报某人 这是别无选择 那么跟他有一个 这便细如一混的是 alternate alternate这个词 一般多强到 轮流的交替的 我们大声多加 alternate alternate 轮流的交替的 I visit him on alternate Sundays 我每隔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天 去看他一次 轮流的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去 那个星期天就不去了 所以每隔一个星期天 去看望他一次 就轮流的交替 好 下面看第四季话 那么这个 漫长的过程 该怎么去做呢 作者教给我们了 the seed must be carefully chosen they must fall on good ground they must be saddly tended if the vivifying fruits are to be at hand when needed 种子必须仔细地挑选 并列举 分号引出并列举 他们只是种子了 必须落到好的土地里面去 他们还是种子 必须被 非常心情地来照料照看 精心地选种子 放到好的地里面 仔细地培育它 后面加个 条件状语从旭 if到去末 如果赋予生机的果实 能够在近在手边的话 当不需要的时候 能近在手边的话 那么就得这么做 when needed 相当于when they are needed 我们知道 这个状语从旭的主语 跟必动词 如果状语从旭的主语 跟主旭的主语统一的话 这个主语跟必动词都没了 这里的主句不就是if从旭吗 因为when从旭迁套在if从旭内部 它的主语是 the vivifying fruits 充满生机的果实 when they are 那个day也是 所以when they are needed they are两次 同时被取掉了 这是讲过无数次的 一个状语从旭的省略 vivifying比较冷屁 就充满生机了 fruit表示数量 是不可数名词 但是表示不同种类的水果 就可数了 我们说fruit and vegetables 蔬菜可数 水果不可数 但是只是数量 但是种类 想到不同种类的水果 就可数了 这边有一个 当然R to be at hand R to do 这是表示将来时了 I am to see you tomorrow 我明天要去看你 这必动词加to do 表示将来时 这个and hand 表示近在手边 随手可得 这一抓就抓了 近在手边 叫at hand 这个hand有好多借词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看一看 at hand 就近在手边 I always keep a dictionary close at hand 我在手头 总是放一本字典 查阅方便 在这个手 The signature must be given by hand 这个签名必须亲手来签 用手来做 去做模式 Do something by hand 注意不是by hands 是by hand 用手来签 打字不行 The work is in hand and will soon be completed Be in hand 表示正在过程之中 正在进行之中 尚未结束 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比较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Be in hand 表示正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 在进行之中 再比如说 They are always on hand whenever you need them 无论何时 你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总是有空有时间 On hand 表示available 可以得到的 有空的 有时间的 They are always available On hand 表示有空 有时间 可以得到 还有一个 立即立刻 叫off hand 相当于immediately 注意这几个都是借词加 hand 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前面没贯词 后面没复述 I can't remember his phone number off hand off hand 叫立即立刻 我不能马上 回起来电话 你让我想想 想想 我忘了 立即立刻马上 叫off hand 回顾这几个词 at hand 进在手边 by hand 用手来做 那么in hand 在过程之中 在进行中 on hand 表示available 有空有时间 off hand 立即 立刻马上 那么我们翻译的时候 可以先翻译 if从具 如果你想在需要的时候 随手摘取 充满生机的果实 必须要精选种子 植入肥沃土地 并辛勤地护理它们 你得选 你要是 究竟对什么 要产生兴趣 种子选好 并且又慢慢地培养它 这个才行 第二段讲了 如何培养爱好